非承载式的车身全尺寸SUV可家用可越野 最重要的是这台车它的售价还不超过20万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我身边的这辆全新哈佛H5是如何花小钱办大事的 车长来到了5米19光轴距都来到了3140毫米 这辆车不用多说妥妥的硬派大块头 而且呢它整车的造型呢也是非常方正的像一个方盒子一样 那前段时间呢我刚试了一下哈佛的大狗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H5的造型设计特别是在中网这一块 和这个大狗呢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用了两条非常镀铬的装饰在这个中网进行点缀 那同时呢中网用了一个梯形的设计 显得这辆车更大更魁梧了 而且这辆车呢还有个比较讨喜的地方 就是它的中网以及它的保险杠 是可以根据你车型的高低配置去进行选装的 当然这辆车的大客不仅仅只体现在尺寸 还有它的后备箱 这辆车的二排座椅啊 采用了坐垫前翻靠背放倒的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说当它把二排放倒之后 当当当现在秒变一个大平层了 那我们放上一个充电床之后 它就是一个两米的大床房 那同时呢这辆车啊 它的后备箱容积可以足以容纳27个形象 今天上午呢我们体验了大概全程有15公里的这么一个森林 泥宁路段的一个越野体验 那正好昨天也下了雨 所以说今天我们基本上是把那种泥宁路段 包括碎石 还有一些小的这种交叉轴 炮弹坑这些路段我们都体验了一遍 对了还有那种大泥潭 那总而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我今天开的这辆全新的Half H5 它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台车呢它是基于坦克平台打造的嘛 然后它呢整体也是一个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 那同时呢这辆车呢采用的是前双XB独立悬架 以及后五连杆的整体桥独立悬架的 所以说这辆车在它承载能力在线的同时 它的这个整车的这个开起来的舒适性还是不错的 包括今天我在后排体验的时候 你能够感觉到啊 它的这个车的后排你在乘坐的时候 尤其是在那种比较大的颠簸坑蜡的时候 它整体的一个舒适性还是不错的 像很多越野车它都是那种非常的颠 你坐在车内特别的不舒服 那这辆车呢它的座椅 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厚实的 它在你进行这种颠簸路段的时候 它可以牢牢的把你拖起来 就还蛮有安全感的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开的这辆全新的Half H5呢 它后桥是给咱们选装了一个一森的差速器的 那这个一森差速器呢它有两方面的优势吧 第一呢就是它比较适合新手 其实是你新手开它比较容易上手 第二一点呢就是它可以根据咱们目前实时的路况 去自信的进行这个锁指 所以说它还是非常可靠的 那同时呢像全新的Half H5 它其实是有两个动力版本嘛 20T燃油以及20T柴油版本 与之匹配的都是财富8AT的变速箱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山路去行驶的时候 开的是它的一个低14区的模式 相对来说能耗比较低 而且动力呢也是比较充沛的 那现在我们在城市路段去体验了一下这辆车 它的这个油门啊 就是你一脚油门踩下去 它并没有给我一个非常迅速的反馈 是会有那么一些些持质在的 但是啊当它真正的进入到一个高速的 一个速度去行驶的时候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动力也是比较在线的 那同时今天在这辆车上 我发现一个比较好用的功能 还是它的这个360的全景影像 也就是说我们在山路 这种坑洼路段去使用它的时候呢 它可以实时的帮我们监测 车底盘的这么一个路况 监测有没有石头啊 有没有障碍物啊 那我们在城市去使用它的时候呢 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 在我们倒车的时候 它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那这辆H5呢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H5了 虽然名字用的还是以前那个名字 但是它已经焕然一新了 它呢是基于长城的坦克平台打造的 所以说它的越野性能 包括说它的装载能力都是非常的在线的 再加上呢 这次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全新的H5 能够感觉到呢 它的科技配置其实也更加实用了 这也更符合家用车的这么一个用车定位 所以呢官方称它为全用途的硬派SUV 确实有点实力